這次美圖M6主要就是為自拍而設計的手機 那它的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在它的前後鏡頭都有2100萬畫素 那它的後置同樣有兩顆閃光燈跟前置有一顆補光燈 那在光線不足的時候它就會自控開啟 那這一次M6最大的特色就是跟前一代相比 它多了一個指紋辨識的功能 那這次的指紋辨識除了在螢幕解鎖以外 也可以在相簿裡面建立私密相冊 那這樣子一來只要不想要被別人看到的照片 都可以存到這個相冊裡面 那相機的部分就是內建了美顏的功能 那總共有7級有5然後1到7級 那其他的美顏設定也可以在設定裡面 那主要的年輕女圈最想用的就是去搬去鬥 淡化黑眼圈等等的還有美白等等的功能 在這個裡面都可以找得到 那讓愛自拍的族群呢不用透過其他的APP就可以一鍵完成美顏 那這次呢就是美圖手機也預載了所有就是廣受歡迎的就是 美圖旗下的所有的APP 包括大家最熟知的美圖秀秀 潮自拍美妝相機美拍等等 那讓你就是不用再另外再下載就可以直接使用這些 這些APP